雙板極力 讓開口袖來發聽 不要斷出道的 不要斷出道 請大家我們來秭kins 你退� copies cuz are auters 開一個比較重要的會議 所以我講會時間可能盡量比較短 黑暗他們在上課 所以剛下課看過來 本來是說 我是準備說黑暗 可能這個祖父 給川信老師和林佑來主席就好了 不過聽說 我們這麼一個 我們的實斷 因為阿旁很久 大家心情都不好 但是 大家要有一個了解 我雖然一載說 但是大家要求我們阿旁的心情 都很熱烈 但是這個救不出來 我們這幾個人救不出來 一定要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跟他打倒 阿旁比較救不出來 因為我們要確保 頭開始大家可能不能相信 我們要確保 這是一個政治的 這個 這不是一個法律的 這不是一個法律的 所以大家要有這種 確保 但是阿旁 不是說他放不出來 我們就不可以 他關心 我們要更加 他關心 我們要更加 很多人來 很多人都會跟我們說 阿旁邊也不好 那旁邊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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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 目前 這個道具 不夠強的地方 所以就說 我們要了解問題 是出在哪裡 處理的方法 也要正確 所以 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 信心 要健康 意志 要堅定 我們如果做不到這樣 我們要救外偏 也救不出來 阿最近 對方打擊 很重要 這也是一個 政治事件 我們大家 不能去 當地以前做什麼 我們不用去管理 對方在打我們 人 我們絕對要跟他打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不用去 順利的威 你問說 當地以前是在做什麼 這樣就是 他跟朋友 洗鬧去了 他們對方在 講我們 講黨 講師 這就是要打擊 我們人 今天去打擊 旁邊 講黨 2天 就要打擊 衝啊 衝啊哪有1天 選而已 打擊 蔡英文 就是說 蔡英文 要選總統 他就打擊 蔡英文 要選總統 他就打擊 蔡英文 所以我們大家要警覺 我們在這裡坐 他不會來插我 阿你也不能 問問說 他會來插我 因為 我們的力量很小 我們有辦法 讓他插我們的時候 就是他在要等待他的時候 對不對 對 所以大家要 大家要有這個了解 有這個了解 不能做錯誤的期待 但是就是說 我們要回送 是我們力量 都停留在這個階段 所以大家 要 心要聊天 心要聊天 我 拜日去台中 台中去出庭 以稍後 決定會來說 要來 叫我們的方式 就要準備 豬腳麵線 來掃煤氣 我們台灣人 讓 中華民國這個 流氓政府 抓一關 這是我們的 驕傲 是我們的公園 絕對不可以吃豬腳麵線 來去這個煤氣 對不對 人家甘地和 甘地和 金恩博士 他們在推動 他們的獨立運動 和民間運動 的時候 他們一個做法 就是 活躍 他們的支持者 他們的同胞 大家都來讓 關營 關營和他的感覽 都頂出來 他這個就倒台了 對不對 所以 以後 我們去給關營 是我們的公園 但是不是去做壞事 為了台灣 我們那個關營 絕對不用吃豬腳麵線 我們愈多人 那個關營 這個體制 就愈早會得到 大家要有這種的驕傲 這種的志氣 對不對 對 所以 有時候 事情看起來 好像想起來很 沒力 但是 我們的力量 就是出出 自己的信心 所以 不能太想太 阿免 我有一個 當然 我知道今天 朋友 跟一個朋友 好意 說 買計量高來 慶生 我的志願 就是 還沒建國以前 我絕對沒有要慶生 去年 因為怕 抱歉 讓大家 覺得說 計量高要來 我是 那是破例 阿 今年絕對不能再這樣做 醫療絕對不能再這樣做 我尷尬大家好意 但是 不建國 不慶生 這是我的原則 我們就是 在化的時尊 最大的目標就是 把這個體制 可以拿到 沒有什麼 理由來慶生 我是覺得 這是我的小小的願望 請大家提亮 大家做會 也是 每天我們慶祝 但是 不用慶生 這個理由 隨時我們都可以慶祝 慶祝我們的志氣 現堅持 慶祝我們的力量 越來越大 這樣就是 政黨的理由 不用慶生 我們現在是做路 我們現在是 國際偷生 有什麼好慶祝的 對不對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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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公共要請下 我們大家又不出聲 所以 他的建議就是說 隨時 我們要 為台灣發出我們的聲音 所以感謝大家 五百幾天以來 我們在這裡堅持 以後的活動 我們就是要設計 設計 設計 我們也要像國際媒體 如果我們的聲音 可以讓全國的同胞 經過補助 經過電視 經過國際媒體 幫我們補助 表示我們台灣 如果要獨立建國 這就是我們要輸客的 這不用人坐 這不用人坐 但是我們要堅持 王妃博力的方式 所以在國際媒體頭前 拿牌子 這都很好的方式 所以大家 就不用想去 但是要隨時發聲 這就是 我們要研究的 要用什麼方法 把我們的聲音 表達出來 讓更多人 可以認同 讓更多國際的人 可以來支持 我相信 這個訴求 要為到我們的 自由民主 人權 公義 這國際社會 如果知道 台灣人 不是像媽的 這樣 說要去支持 核科法 要支持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我們說出我們的聲音 這樣就是 可以完成 我們的目標 所以 我在這裡 簡單 跟大家說得什麼 我們要繼續打招 我們的目標 很清楚 就是台灣要獨立建國 所以以後 如果我們問 中華美國是什麼 中華民國是中國 流氓來台灣政府的名 這麼多我們的領導者 跟你們說 台灣已經是一個主管 獨立的國家 這是錯誤的 這種的麻醉 就是造成台灣人 不會建國 不會建國 的一個原因 所以有時候 我們要牽制 媽英求 我們有時候 也要想 看 我們的領導者到底要帶幾 brit 到底是否跟錯誤的公法 跟人民說 讓人民沒有見面 所以九六共識的推動聯盟 我給他鼓折 我說這是一個錯誤的方向 雖然領導者是李副總統 很多領導者也會跟我說 台灣是一個主管的獨立國家 我都說不是 台灣不是主管的獨立國家 台灣要不獨立 因為流氓政府還把我們占掉 台灣也要不建國 因為我們都要不公民投票 建立自己的國家 簡單的理念就是這樣 我們要怎麼完成就是用非力 愛到公義的行動來進行 我們甘願讓他們講 讓他們看他們 讓他們打 我們用這種的做法 來盯到國際的支持 來盯到我們同胞的角度 這就是我們的方法 這種的說起來 三兩句話就說了 有這天 說我那人抓去 抓去關 還是說因為怎麼 以外來希望 我們這棟一定要繼續堅持 一定要有人站起來 擋這個職任 不能說我抓去 還是要去關 這個棟都要抓去 好嗎 好嗎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我現在就要關來開會 因為那些小團 要討論我 要怎麼控制 要討論我們怎麼控制 所以我就要快點離開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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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